现在的确实威斯的地址非常紧张 互联网新闻中心刚刚发布的 中国大概首次一栋中端 它有六个亿了 中国人一半以上 或者就是说 一个人可能有几部手机 这就造成这个地址感到越来越紧张 2003年 中国启动了下一代互联网的示范工厂 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纯IPV6互联网 它的核心网由中国教育网 中国科技网的六个骨干网组成 V6的出现解决了地址不够的问题 所有的物体出售的流动当中的物品 我都给它一个IP 有一个IP好像就意味着 这个物品请走到什么地方 在哪个地方停留 甚至你都可以索缘它去到来 现在这个IPV640页地址 实际上2012年已经全部分开了地址 实际上很多地方已经没有地址了 每一个人是没有一个地址的 我们中国现在有五亿多网络 实际上我们只有两亿的IPV6 很多用户每个人都不到一个亿 其实我们一个人 上网络的设备可能都不索缘 IPV6协议标准下的IP地址总量 由IPV4协议标准下的2的32次方 月升至2的128次方 开启了一个取之不进的网络地址库 如果在地球表面铺上一层沙子 那么每一个沙子都可以拥有一个IP地址 当地址空间大以后 寻止找这个路由的这个时间 就会非常长非常复杂 所以互联网其实面临一个更大挑战 可扩散性 是在大的IPV6地址空间内怎么快速的 甚至比IPV4还快的快速的 找到你要去的地方 尽管IPV6的实施还面临很多挑战 但是互联网前进的步伐却不会停滞 它仍旧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扩大发展 未来的互联网迫使人们不断探索研发 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加开放创新 灵活的未来网络体系架构 无疑成为互联网跨越式发展的前提 未来的互联网将更加简约 更加安全 更加完善 它将汇集更多的人 也终将改变整个世界 2005年的中国 在全世界迫切发展未来网络的时代背景下 SDN软件定义网络的概念 逐渐进入国内科学家们的事业 软件定义网络就是一个基本思想 就是把交换机路由器中间的数据平面 和控制平面分开 传统的交换机和路由器中的数据平面 是一个全球通融的硬件平台 有着统一的标准不能被改变 但是当SDN软件定义网络的硬件